这一条高雄捷运贯通高雄县市 本来是希望借此带动沿线区域的发展 但是在高雄县的部分捷运站像是大辽 因为缺少连外跟接驳系统 把人潮跟前潮输送到末端 就算是有了车站 地方发展还是很难启动 当地人士期待在县市合并升格之后 能够让高雄县的基础建设 比照高雄市迎头赶上 新进到大辽的主机场 高雄捷运是贯穿高雄县市的重要公共工程 不过对民众的方便性却是两样勤 来到局县最东边 位在高雄县大辽乡的大辽站 马路上的指标要费点眼力才看得到 而且这里也没有接驳公车 除了拜托家人朋友接送 进出车站只能靠继承车 外地都说想过了不生蛋的地方 该偏僻 路好早啊 路哦 应该还可以啊如果对这边守的话 因为它毕竟是从小巷子进来 原本附近居民期盼捷运能给地方带来繁荣 不过局限通车将近一年 捷运还无法进入当地人的生活 因为最重要的车站连外道路最近才开工 空有捷运这条大动脉却缺乏连外道路和接驳公车这些维血管把人潮前潮输送到末端 地方发展还是很难启动 长期关心高雄区域发展的学者认为 县市合并让高雄县市的基础建设条件一致 都会核心和边陲乡镇的发展渴望越来越均衡 合作的关系是我们两个生活水准条件是一样 那只有透过这样子的一种诉求跟它的发展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在高雄都里面去形成一个均衡发展的可能 不过学者也提醒合并之后的区域规划不能只看到利益或是经费的分配 工部门的决策必须从民众的生活机能出发 由下而上来思考 才能让县市合并一加一大于二 记者李宗芬 孟昭全 高雄报道